今天中午的人气话题带您来关心 到大卖场超市的商品标价牌 暗藏有玄机吗 网络上传闻美式卖场商品标价牌上的特殊符号 如果出现7的话 则代表已经是初清价了 如果出现米字符号呢 就代表这项商品受完不补吗 对此美式卖场的亚太区总裁张四汉 最近在广播节目中给了答案 证实米字符号呢 确实代表这项商品不再进货 不过呢至于其他的符号 则没有被证实 公安圈美式卖场各式商品应有尽有 但您知道吗 商品标价牌暗藏玄机 何士多亚太区总裁证实 标价牌若出现米字符号是这个意思 有个新小新 那个就表示这个卖完就没有了 只要尾巴是7那个东西 那就是最后价钱 应该不是这样 标价牌密码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说标价牌尾数如果是7 代表是初清价 商品货号末端如果加注 锦字符号代表买器仍需再观察 而商品货号末端 家住米字符号则是售完不进货 即将下架 那可能对年轻人比较会有趣吧 不会说特别去买 买不需要的东西啊 有意思 以后会注意 以前没注意来 何士多证实标价牌上有米字符号 确实代表售完不补 其他符号则是内部作业代号 不便多做回应 但不止何士多 全人超市标签也有特殊密码 有网友发现价格牌上写着F1203 据传是代表12月3号是特假日最后一天 但遭到店员否认 这是仅供内部人员查看使用 另外加勒服标签价格下方 若S后没有日期 据说代表售完不补货 有at则是可能会调整价格吗 他以前就是比这个低 他是调过调高的 标价牌特输密码被揭开 也让民众购物多了隐藏版资讯 热灵想要去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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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